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特區政府 果然是夠後知後覺和反應遲鈍 剛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走出來開記者會 宣布從4月3日開始 所有酒吧要封禁14天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這個行政長官林鄭在上星期提出禁酒令的建議開始 拖拖拉拉至今才說要關閉酒吧14天 而且途中還要遭遇到很多行政會議成員 公開地出來和林鄭唱反調 說你這個禁酒令是無效的 到了今時今日 這個酒吧群組已經發展到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染個案 你才去拍板說要關閉酒吧 實際上已經有機會給你關閉了 在第一輪 當你特區政府說要關閉電影院 機店 波樓 和健身房的時候 這些感染個案已經出現了 你不去關閉 到了第二輪 又說要關閉這個竹館 機場和夜總會 都還不去關閉 拖到今天 最後就害怕了 因為連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兒 都已經出事了 那你又說宣布關閉 這些是不是麻木不仁呢 請問 為什麼你當初不去關閉呢 背後牽涉一些什麼的考慮呢 你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向市民交代得清楚 而且你現在的防控措施根本就是九流過九流 在外國人家要關閉的娛樂場所或者某些特定的設施 它是一刀切的 它是大家同一天去關閉 就不是像你現在這樣 見到哪個行業有事 見到哪個行業多個案 你就關閉那個 隔幾天又關閉一些 隔幾天又關閉一些 那為什麼你不一刀切呢 你想拖拖拉拉 你想拉布拉到什麼時候呢 麻煩你盡快來採取果斷的措施 比如說這個美容院這樣 已經出現了三個個案 而且三個職員都是來自不同的店鋪 那為什麼至今仍然是未去關閉呢 已經反映得出是有很高的安全隱患 還是又等到它出現了感染群組大爆發 你才可以關閉呢 根本上你特區政府這些就是麻木不仁 你就應該要採取一些果斷措施 一刀切所有的行業關閉它 向所有的僱員統一發放津貼 你才是有效的 如果不是像你現在這樣 關閉又不關閉 有些店舖就繼續開門 久言殘喘 你看晚上的市道是差得如何 除了超市是有人 除了部分的食店是有人幫襯 其他零售基本上就是拍烏鷹的 好了 你一天不關閉其他行業 那些行業也是要局開的 多開兩開 那些人工開支 舖租全部都未夠蓋 那間企業就會接賣 你以為真的要等你那八皮東西來 資助什麼 資助多少才可以 你特區政府在這個時刻 就要果斷 不能夠再像現在這樣 被動式的 總之哪個行業看到它有事 才會很慢條私利地關閉 這些完全不是預防措施 只不過是控制它 不要再爆發 防控防控是分預防和控制 你是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 現在你要預防的話 你就要全部關閉 全部停工 除了政府的必要緊急服務和醫療服務 以及維持超級市場和便利商店 繼續營運以外 馬來西亞也是這樣走 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走慢了十幾步 現在按照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如果不斷減退的話 個案數字又不斷地上升 根本上是沒有減過的 沒有減退的跡象 你的曲線還是向上 好了 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市民又擔心了 就少了出外消費了 你變成現在繼續維持營運的行業 那些商店 它就很痛苦 你基本上就在陰乾它 你繼續叫它在營運 但是呢 你就沒有提供任何承諾 會資助它 現在關閉了那些行業 就算指紋樓梯響 你特區政府也叫做 哎呀答應了這些行業 說會提供資助給它 那現在還在開門那些怎樣 喂 都不知道何時你才會停業 那它要迫著繼續開的 難道立空租嗎 好了它開還開 但是又沒有生意 那麼它豈不是陷入了死胡同當中 很快就陰乾了 很快就會出現結業潮 但是如果你特區政府肯承擔這個責任的話 勒令所有人停工十四天 就讓你特區政府 向所有的僱員補貼工資 那麼你起碼就可以使到那些企業 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起碼就不用執子 十四天以後 那些人都會比較放心 不過你特區政府就不會聽了 總之是不爆發到 沒有辦法收貨為止 你都不會停的 告訴你 好似你現在這樣 哦 有空又封一個行業 有空又封一個行業 有空又封那個行業 除了下年都還沒搞定 浪費氣 還有陳肇始局長也是一期來的 剛才開記者會 無厘頭彈了一句話出來 他說 呼籲市民 除了保持社交距離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高風險 或者緊密接觸的活動 大家應該要避免 你說到吞吞吐吐 你實情想說什麼 你表達什麼 什麼叫做高風險 或者緊密接觸的活動 怎樣緊密發 好心你說清楚一點 這個非常時期 幾十歲的人還在吞吞吐吐 懶是尷尬的 你說清楚市民才知道 你不說出搶鬼子 說什麼 鬼吃泥 真是 浪費氣了 接著說一下林鄭 林鄭今天又在Facebook發了一篇貼文 這個人最擅長是呼籲的 什麼都說要呼籲 現在他呼籲業主叫人家減租 我只是看看有多少人理解他 他那篇文章是怎麼寫的呢 他說 有經營連鎖店的老闆 特別為自己的企業 做了近期的財務狀況分析 要生存下去 面對著三大困難 包括員工開支 租金 和現金樓 特區政府早前 已經將政府出租的商店 減租了一半 亦樂建房委會 市建局 機管局 港鐵公司 跟隨 他知道 小部分地產商 亦都為租戶提供了租金寬免 但據說只是少數 他開始在擠人 我都未見過一些人呼籲 呼籲到好像他那樣的態度 這麼囂張 他說 面對冷清的商場 人流稀小的店舖 租戶的欲哭無慮 和員工的焦慮彷徨 難道業主只是因為手握一指的租約 而無動於衷嗎 與其面對商場 很快出現十失九空的情況 這不是正正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共渡時間的時候嗎 嘩 你真是串爆嘴 你特區政府下 叫那些大型地產商 叫那些街鋪的私人業主減租 喂 似乎你連叫領匯減租一半都做不到 你剛才所提及的那些公營機構 沒有一間領匯 剛剛 你連領匯都呼籲不到 你呼籲那些大型地產商 喂 多少那些沽寒財主 心想見到你那些行業 都不做多久了 當然收得一個月租就只有一個月租 還要減免給你 減一半 豈不是兩個月才收一個月租 你真笨 喂 大把孤寒財主 見到你差不多接買 寧願你趕快倒閉 爛絲跌路好過 寧願丟空間店鋪在這裡 養老鼠都不益你 不想你放一些東西在那裡 就算明知沒有人招租 他也不想見到你在那裡 大把這些業主 你真笨 你真笨 有得呼籲嗎 你那些呼籲都是無力的 人家有權不聽 反正你林鄭這麼喜歡用緊急法 今次不如用多一次 就可以補民生補就業補企業 不是叫你搞這麼蒙面法的無謂事情 反正以前港英年代都用過來做什麼 比如說在石油危機當中 就禁止那些危紅燈 著到某個小時就要關閉了 比如說曾經試過香港有疫症 就禁止那些小販切開水果來買 你今天禁止那些業主收租 這個月全部停擺 但是你不只是叫那些業主不要收租 你自己特區政府也要積極配合 在他免收租的期間 你就要叫那些人停工才行 那你特區政府就向那些僱員補貼 一方面你就動用二四一章緊急法 限制那些商戶的業主收租 一方面你就用五九九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叫所有人留在家裡 由你特區政府補貼那些僱員 那就搞定了 相關齊下 不過我們那些建議 說了也是浪費的 你特區政府不會做的 只不過我們告訴那些益友 是可以這樣做 而且是一定有效的 至於你這次林鄭在Facebook還寫什麼呢? 就說我特區政府正在全速制定 保證員工就業的方案 有關舒緩借貸壓力的問題 林鄭就會親自和金管局商討 你還叫人家那些企業去借錢出糧嗎? 還是交租? 沒有生意就借多少都沒有用 真是浪費的 你都不從那個問題跟著著手 沒有錢就叫人借錢 借了就不用還 到時企業不一樣是收拾 如果沒有生意 請問他拍烏鷹拍了多久呢? 你有空就關一點 我真的想問 你現在關了一些 你是不是保證他14天以後再開 你都保證不到的 但是你關了一些 關了一些 變成市面越來越冷清 好心你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在制定相關措施以前 自己下去商場走一轉 微服出巡 自己感受一下氣氛 問一下商戶到底有什麼意見 不要一邊閉門做居 他只聽行會成員 全部都沒有用 正如林鄭自己說 行會成員表現強差人意 你關了一些 關了一些 什麼時候關了過年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